大家好 我是心培 神魔之塔跟大富翁 今天有一個合作的地獄集 叫 窮富翁的守護神 就窮神 窮鬼啦 我們不要念那麼老舌啦 我們打窮鬼啦 那實驗了一整天 我們發現用這一隊 我跟你講因為他第一關 就會讓你沒有辦法回血 讓你沒有辦法回血 我跟你講用這一隊 屌就屌在我隨便回血啊 因為他第一關 會讓你心珠完全沒有任何效果 心珠沒有辦法回血 這件事情真的太靠北了 我跟你講有了這一隊 他媽怎麼不能回血 我打爆你啊 怎麼樣讓他可以繼續回血 來我們看一下第一關 第一關會遇到的是我們的靈魂石 他血很少 你打到他就掛了 所以其實你不要打他 你就是第一關洗技能 第一關雙雙洗技能啦 怎樣 靈魂石很屌是不是 靈魂石很屌是不是 很屌是不是 很屌是不是 好 第一關就這樣不斷的 一直洗 一抗一抗一抗 讓你所有技能全跳起來 你就爽爽的進下一回合 哇靠腰那個天降 我只一抗降到七抗 今天就發生什麼事情 大概會不會天下紅 好 那我 如果你怕你在洗豬的過程中啊 他 不小心全部降到一塊 那我跟你講其實很簡單喔 你就把豬全部給隔開來就好 把豬給全部隔開來 稍微空轉一回合沒有關係 避免就是沒有洗到技能 好 第一關我們洗得差不多了 老天堂直接把變身 變身完之後呢 我們再開這個 一回合內自身攻擊力10倍 消除所有附加效果 先不要開 先不要開 把它幹掉之後 它才會98回合 所以你不要這個把它幹掉喔 你開了再幹掉你就白洗了喔 不要開了再幹掉喔 你也靠腰喔 怎樣 進第二關了是不是 不要懷疑喔 我們就進第二關了 第二關是一群廢物啦 來直接把這個10倍給打開 打開之後你有沒有發現 那個左上角那個 新豬沒有任何 沒有辦法回血的 那個浮亂已經消失了 然後再把我們的雙魚也打開 本身 水炎溪 因為結婚喔 三圍漂亮喔 不曉得是懷孕還是怎麼回事啊 反正就是打人超級痛啦 然後再來 他的 新豬 對不對 水豬同時兼具新豬的效果 這個 什麼意思 一邊攻擊可以一邊回血 基本上可以趕得上慕容死 很會吸這句話的喔 接下來遇到的這隻是貓幼 貓幼 欸幼幼 check it out 他是指定combo術 指定combo術這個地方 呃好你要4康是不是 欸等我等我等我 好 1 2 3 4 剛剛好 將將好 就這樣直接把他給打掉40%左右啦 這地方大家可以稍微的再洗一次喔 要5康是不是 要5康 來我轉5康給你 基本上大家玩什麼字塔 玩到現在要學會控combo 這件事情應該是都辦得到啦 輕輕鬆鬆簡簡單單啦 那我們這地方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的話 就隨便轉囉 好 隨便 欸靠腰不小心 不小心 我忘了 要 要控康 我在轉7康 風格壞掉了 我忘記了 轉太爽 不過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來 轉個5康 等下說再見啦 去死吧你 好啦我們進入下一關 下一關也可以杜了3回哩 欸有沒有發現他這次每次通關的時候都會骰個骰子 我剛才才要骰到3點 你媽的 好這一關 讓他打你沒有關係 讓他打你沒關係 你完全沒有死亡危險 完全沒有死亡危險 好 在他打你之前 來先開一隻雙魚 轉很多水珠出來對不對 把所有水珠全部隔開 好隔開 水珠非常多 他打你之後會鎖所有 所有你的卡片的技能 基本上呢 各位就是小心翼翼了 給他轉下去 把你新珠可以補血 你完全不用害怕 你血量不夠的問題啊 他就死掉啦 關你什麼忍者 忍你老 滾 我們就這樣 爽爽的一路狂演 我跟你講 帶冰花 真的是我這輩子 最對的一個選擇啦 有抽到冰花是 就是爽 欸 冰花是用抽的還是用打的 我忘啦 會隨便啦 這裡 只要轉珠就變成問號珠 這個地方 大家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怕麻煩就直接開一隻 開一隻那個 開一隻那個 這個 這個三小 岩溪 對不起 他不叫三小 他就岩溪 好 我們就這樣 剩下的不管他 哎 直接跟你說再見 前夫人是不是 前夫人是不是 好 我們來到第六關 第六關會去遇到 欸不對 剛剛那關絕對不是前夫人 因為我記得第六關才是前夫人 對 這個才是前夫人 前夫人是不是 前夫人很屌是不是 來直接開我們的那個 雙魚 開完之後 再開我們的 岩溪 岩溪開下去就把光伏石給轉掉了 剛剛是光伏石每顆減少你20%的攻擊力 但我現在既然 沒有光伏石 就是100%囉 好 我跟你講喔 為了要 讓你們知道有多屌喔 我們來玩的東西叫做看看看 來 各位看看 我們就要看看看看看 來來來來 我們看待會兒的攻擊 你看你看你看 來吧 你看看 好累喔 等一下前夫人屌是不是 再見了吧 在邱啊 好 第一條新要索你龍族的技能 然後把你所有負掉狀態全部消除 對我們來說 我們沒有任何的負掉狀態 不可以讓他消的 來這關就一樣喔 直接隨便喔 直接隨便了 好 切得漂漂亮亮的一個版面 所以基本6就好啦 其實他不用管他啦 基本上他血真的沒有很多啦 他打人也沒有很痛 這地方基本上你有轉這個水珠一定回血回的來的齁 有轉水又有轉心 你完全不用害怕你會死啦 真的完全沒有任何死亡風險啦 那這地方覺得... 幹...珠不太夠耶 好我就把這給開了 一圍圍內 欸 光暗浮石兼具 等一下我先轉好齁 光暗浮石兼具我們那個... 水浮石效果 一個版面基本超級7COMBO 剩下的我不管了 基本上他是死定啦 滾慢捏 好的我們就跟窮神的第一階段說再見啦 接下來進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新珠沒有辦法消除 新珠沒有辦法消除的話我跟你們講齁 先給他打你一回合 然後把所有新珠全部消掉 因為他兩秒轉多齁 新珠沒有辦法消除 開龍科 開龍科濾新珠 把所有的水珠全部濾出來齁 能有多少水就有多少水齁 要多濕有多濕齁 要多濕有多濕 這裡我們就直接把火珠給全部消掉 因為消五顆火珠以上 目標的自動跟著消 那基本上呢留下光暗珠齁 剩下就不管他了齁 好嘞我們就這樣 版面上是剩下水珠跟暗珠 下一回合如果我幹不掉他 我再也不玩神魔之塔齁 再也不玩齁 絕對不玩 貼得漂漂亮亮的 如果他媽你也幹不掉我 你真的是也不是很 靠腰 欸每個禮拜都要我不玩齁 欸可以啦 我還是可以繼續玩啦 喔幹嚇死我了 喔幹 哇操 齁齁齁齁齁 事實上證明就是我們七瘋王的技能 真的就是屌阿 我剛看到第一下打下去那個 都完全不痛阿 還是陰陽敢把你看看看看到屎阿 來我是星培 我們下個禮拜第一次見啦 希望大家可以趕快打到一張卡片啦 掰掰